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像这个监察御史安施 那么他们都提到了 这个安内必先攘外的这种关系 那么但是我们也谈到了 对于安内与攘外这个关系 认识比较深刻 那么议论更多的应该是史学界 是吧 就是那种批评诟病比较多的奇因 那么我们下面看看这个奇因 他怎么样去认识安内与攘外的关系 那么在鸦片战争之后 1843年的3月 那么奇因给道工皇帝上了一个秘折 那么在这个秘折当中 奇因他说 说自古远游 攘外必先安内 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古以来是吧 这些帝王统治者 他考虑一个很远大的 是吧 这个很深刻的一个计划 或者谋略 他说呢 私民目者 就是一般的就是直接统治老百姓的这些周线官 是吧 他如果说对老百姓 是吧 能够辅随得宜 教养有法 使民各随其生 是老百姓都能够很好的这种生活 说官与民有修弃相关之仪 官和民修弃相关 利益一致 则内安而不换外物 讲到了内安和外物之间的关系 内安内部安定了 就不怕有外物入侵 不怕外物 他说但是 他说理想上 是吧 理论上是那样 他说然而呢 但是呢 当时清政府的情况是什么呢 说金之募令 现在这些周线官 不理民事 不问疾苦 老百姓的事情 不问不问 是吧 动辄与民为难 总是为难这些老百姓 以致民情涣散 造成了老百姓 这个民情涣散 是吧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齐英就大发感慨 溃探 溃探什么呢 他说内部自安 何侠染外 说你内部就不安定 你怎么能够去抵抗外物 那么这是齐英 那么在鸦片战争之后 给道工皇帝的奏哲当中 提出了 要想染外必先安内 提出这种主张 那么齐英就以中国的最富庶的财富之躯 是吧 以这个江苏为例 来揭露当时清政府地方立志的败坏 那么他讲江苏这个地方立志败坏 有四大表现 或者四个主张表现 哪四个表现 我们在这儿给介绍一下 那么首先一个 第一个 他这个地方官立 在征收钱粮的时候 经常是假手输义 恶意扶收 就是借这些下级官僚 下级就是输义 是吧 任意扶收 多收草粮 扶收就是多收 扶出了这个正额之外 多收草粮 多到什么程度 他说 甚至每米一旦收米至三旦内外 说清政府本来说规定 收米要收一旦 但是地方官府在收的时候 往往达到三旦上下 就是他的三倍 是吧 他说每银一两 收钱至四五千文 那么按照清政府的规定 是吧 应该是一千文之前 兑换一两白银 那么到了鸦片战争的时候 出现了银贵钱粮现象 差不多是一千 六七千文之前 才能兑换一两白银 但是本来原来是应该收 一两白银 结果收钱收到了四五千文 等于说呢 也是清政府规定的 那么三倍上下 就是扶收的很厉害 他说出现了这种情况 是吧 那么就导致了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说在像苏州啊 松江啊 这些地方 竟有以所得 不辅完纳钱粮 钱草 弃田不顾者 什么意思 就是你清政府 收这个草粮 收的太多 扶收 很厉害 那么很多老百姓 种了一年粮食 他所收的这些粮食 还不足以完成 这个清政府这个草粮 这个扶收 因此这些人 弃田不顾 就是田地 我不再耕种了 是吧 耕种的话 我只是 你说我这个一亩 只收了一千斤粮食 结果我要交的话呢 要交到三千斤 那干脆我这不中 是吧 竟有呢 七天不顾者 他说如果老百姓 对此不满 是吧 进行反抗 那么这些书役呢 则以惩衣 警百为辞 拥拥本官 横加摧辱 老百姓一反抗 那么这些人说 这些人都是刁民 是吧 拥拥着地方官 对这些个 这个老百姓啊 那么进行这种镇压 是吧 那么这他讲到 这是一个地方 立志败坏的 一大表现 这是立志败坏的 第二个表现 他是讲到 这么一个问题 他说 地方官 是吧 如果仅仅是 这个收草粮的时候 扶收 此外 再没有其他的 对老百姓 这种骚扰了 说这样的话 老百姓呢 还能够生存 叫做游有生机 还能够生存 他说 但是呢 每当民间出现了一种辞诵 争论 是吧 地方上发生了一些案件 发生了一些这个这个互相之间的一些争论 是吧 这个地方官呢 是不给予审理的 就是他不是很勤政 遇到什么事情了 一边发生命案了 财产纠纷案了 盗案了 他去给予审理 是吧 那么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地方官呢 他是不给予审理 素质高歌 说这样的话呢 就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呢 他说出现了一种棍图因而无忌 地方这些无赖图棍 是吧 毫无忌讳 棍图因而无忌 送尸因而拨弄 送尸就是鼓动别人打官司的送尸 就鼓动别人挑拨离间 让他们之间互相去去打官司 送尸因而拨弄 输以因而舞弊 暗中生暗 之外生之 就把社会搞得很乱 说无端受雷者有之 人亡家破者有之 而且讲到社会治安也非常的混乱 因为历史记载 在参与这下工程 这是第二个历史败买的表现 第三个历史败买的表现 他说 在参与这下 那么地方官 是吧 如果能够严惩盗贼 维护社会治安 整村地方的这种秩序 说一般的老百姓 小民随不暇日出而坐 有可日入而息 说你当官的整整好社会秩序 老百姓白天的时候 不能够正常的去 去生产 去经商 但是晚上他可以睡个踏实觉 是吧 有可日入而息 晚上可以好好的休息 他说但是 这个地方官 非常的这种腐败 励志很败坏 他说地方官 对于继谱这个盗贼 已成了巨文 成了一种形式 表面上说 他要捕获 是吧 这些盗贼 但是实际上 都流于一种形式 一旦发生了地方上盗案 哪个地方出现了这种盗贼 是吧 那么这些官府 往往呢 是一勒汇报 是吧 就是不让你去报案 如果报案的话呢 会影响到他的政绩 他说更为可恶的是什么呢 是地方官府 从这个盗贼 那么相勾结 相勾结 怎么样呢 就是这些地方上这些官府 这些普快 这些牙役们 唤切得丧 啊 豢养一些盗贼 比如说得到一个什么 赃物 然后呢 就让这个盗贼 把这些赃物呢 售卖给地方上那些 殷实的大户 那个这个富家 富家子弟 是吧 那么然后呢 这官府就来 是吧 查 指赃为证 说你偷了 是吧 一个什么什么宝物 啊 那么这样呢 就会把这个富家呢 牵连到案中来 那么这个富家 就要想办法了结这问题 啊 很多时候 这富家就要出钱 是吧 那么叫做呢 得钱私合 是吧 就是官府得到了钱 是吧 那么这个案子 那么就给消掉了 那么也是说 地方官府 那么在这个社会上 对于这个地方 这种治安啊 没有能够尽到他的责任 是吧 这个老百姓 晚上也很难 很好的休息 他当然会导致啊 这个民众 对于官府 这种怨恨 除此之外 清真的啊 这个官民 是吧 也呢 是无不以民为可欺 都认为老百姓 软着可欺 是吧 往往呢 是借巡查 则勒索商旅 借着盘查 搜查 是吧 勒索来往的这些商人 是吧 买食物则不给价值 买东西不给钱 是吧 木放营马于田间 把自己这个军队的这个马 到民间这个老百姓的田里去放马 啊 那么是 啃食啊 或者糟蹋啊 百姓的这种庄稼 啊 祖夺货物于道路 那么说 齐英提出来 就是在江苏这个地方 这个励志败坏出现了很多问题 那么齐英这讲 说正是由于地方励志的败坏 造成了阶级矛盾的尖锐紧张 那么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官与民 民与兵役 当官的与老百姓 是吧 老百姓与军队的士兵啊 就是官与民民与兵役 一同仇敌 双方对立的很厉害 像仇敌一样 就是我们讲的经济矛盾很尖锐 他说民生日困 民节积极掌上 老百姓生活很困难 老百姓都痛恨他的长官 是吧 说一朝有事 一旦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一朝有事 不读官民不能相顾 官和民之间不能够互相照顾 互相侧应 且将相防 而且要互相防备 说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 困苦无告者 就是他们受到了官府这种欺压 没有地方去申报 去申告 因而思乱 希望呢 这个社会乱起来 接着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说 此时不能预扣之由 说这个呢 正是中国不能够抵抗外国群内的一个根本的缘由 他讲到 就是这种励志败坏 对于抵抗外辱的这种 严重的这种负面的影响作用 那么正因如此 那么齐英伦提出来 是吧 那么在鸦片战争之后 齐英伦提出来种种善后事宜 怎么样去善后 齐英提出来 守众啊 最首要的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守众慎选守令 最重要的是选择好地方官啊 要选择那些行政连结的 是吧 有操守这些官员 因为我们现在话讲 就是选择干部 是吧 他要德才兼备 是吧 他要勤政爱民的 首先要注重选择这些守令 这些周宪官 说然后啊 约束疏欲清理辞诵 是吧 严拿盗贼 那么从这个入手来缓和激进矛盾 收拾人心 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呢 良民为我所用 就是按 遵纪守法的良民 那么可以为我所用 右民就是不好的 那些奸民 右民一化为良 这个右民呢 这奸民呢 也可以变成良民 他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随有强扣当前 而众志成城 虽然英国人 他很强大 但是人民呢 是众志成城 比义无能为义 那么英国人 他也没有什么作为了 他认为这样做 就可以不战而趋疑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官府 有老百姓的支持 可以不战而趋疑 那么这是齐英啊 在给道光皇帝的密哲当中 讲到的这么一个思想 那么我们应该这样看啊 就说 立志的这种败坏 不是清朝所独有的 也不是道光朝所独有的 就是中国历代的封建 统治基金当中 都存在立志败坏 这种政治现象 那么一些开明的君主 是吧 一些这个清政廉职的地方大臣 这个政府官员 那么他们也提出了怎么样整顿立志的这种主张 那么就这个意义上而言 就是齐英所揭示的清廷立志的腐败 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政治意义 是吧 因为以前有很多人也在谈论这些问题 也在探讨怎么样整顿立志 那么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齐英把清廷立志的腐败 造成了积极矛盾的激化 同中国人民反对外国群里的斗争 联系起来考察 是吧 齐英把安内和攘外联系起来 而且是把安内 是吧 的重点 放在了整顿立志 缓和激进矛盾方面 那么就此而言 齐英的这个主张应该说是具有政治眼光的 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正确的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齐英的他的一些思想 提到了安内和攘外的这种思想 那么由此看来 那么说清正虎是不是已经真的认识到了内津民心 官民一体 共同抵抗外移的这种重要性了 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做了 那么其实事实上呢 又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清政府他认识 是吧 是一个问题 他实际上能够做到一种什么程度 那么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清政府这个内津民心 以民质疑 那么他们在很多时候仅仅是他的一种主观愿望 主观上他们希望是这样 那么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清朝统治阶级的这种阶级本质 决定了他们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封建官僚 封建统治阶级 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就他们现在这个阶级利益是相对立的 不可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作为这个封建统治阶级 或者清政府 他所要结的主要是地主阶级 地主士绅之心 而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的之心 所谓内津民心呢 结谁呢 主要是结地主阶级啊 是吧 封建文人呢 结他们之心 而不可能真正结老百姓之心 那么从历史的发展的这一个 比较长的过程来看 清政府不但不能够内津民心 反而是大师民心 是吧 那么我们都知道 到了1851年就爆发了啊 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代表的啊 国内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说明清政府呢 实际上是大师民心啊 说内津民心呢 首先更多的只是一个主观愿望 那么其次清政府的内津民心啊 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清皇朝的封建统 那么清皇朝在鸦片战争之后啊 通过组织啊 或者控制啊 一部分地方的团链啊 或者说一些社学 他希望通过啊 控制这些团链 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 转移和消弭一般老百姓 对于自己统治的不满啊 就转移人们这种不满情绪啊 也就是说 他们希望通过利用这些团链 社学去反抗外国侵略 达到一种以独攻独的目的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思想 那么同时他还可以借用民力啊 来据一借用民力来示威 是吧 来加强清政府在同外国人谈判的时候 他的一种地位 那么一旦外国人啊 这种压力很大啊 中外即将决裂的时候 那么清政府往往会发生一种 态度上一种转变啊 由这种内奸民心啊 变为呢 什么呢 一民而抚移啊 就是压制人民是吧 而去招抚抚慰啊 这个外移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另外一点 清政府的内奸民心 他是有条件的啊 内奸民心是有条件的 那么清政府曾经明确规定啊 这些反对外国侵略的啊 这种民间团体的参加者 必须都是良善之民啊 而且呢 必须有公正的士绅啊 言为约束啊 有士绅去约束他们 那么也是说 这些社学 这些老百姓啊 所进行的一切的反对外国群里的斗争 必须都绝对处于清政府的控制之下 那么清政府需要你去反抗的时候 那你就要去反抗 是吧 需要调和的时候 需要对外妥协的时候 那么这个清政府就责令地方上的士绅 与民遗兵探之处设法排解 老百姓和外国训练者民遗兵探之处 互相水火的时候 由这些士绅来设法排解 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 那么一旦当这个外患渐轻的时候啊 这外国群里对中国的群里的威胁不是很大的时候 那么清政府就本能的把这些民众的力量 视为危及自己统治啊 这个挑起啊 中外冲突的一种祸端啊 这个时候他思想就会发生了变化 那么1850年6月啊 江西学政这个张福 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呀 民强固可用 特换过强则不可用 说这个人民呢 他很强悍 说这个很好 可以利用 但是他太强了 那就不好了 为什么不好了呢 就会危及到清政府自身的统治 那么这是内洁民心的啊 一个很大的一个局限 那么再一点 清政府的内洁民心啊 他是有限度的啊 说他利用民众的力量呢 去抵抗外国侵略 是吧 但是他又不相信依靠民众力量啊 可以彻底的取得反抗外国侵略斗争的一个最后胜利 那么因此 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当中 利用民众的力量 是吧 那么他往往呢 是见好就收 他不能够把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呢 那么长久的坚持下去 那么这是我们所讲到啊 这个清政府的这个 安内比先染外政策的啊 那么第一个问题 就是安内染外政策的提出的啊 他的初始内容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接着讲第二个问题 啊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高与升华 那么我们如果说啊 第一次压编战争的失败 使一部分封建统治者意识到了啊 官民隔阂啊 积极矛盾尖锐 是影响清政府攘外的啊 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吧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 开始注意缓和接近矛盾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鸦片战争之后 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人 进入广州城的斗争啊 取得的胜利 那么就使得一部分清朝统治者 进一步的坚定了这么种思想 把安内与攘外结合起来了啊 并且使这个安内与攘外政策 提高为一种什么呢 抵民质疑的政策 以民质疑的思想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 那么在1842年这个夏秋之际啊 在广州城啊 这个周围呢 就出现了啊 很多社社学组织啊 这由地方世纹组织的社学组织啊 像什么生平社学啊 东平社学啊 南平社学啊 是吧 龙平社学啊 等等 那么这些社学就提出来啊 要富者助享 贫者出力 有钱的人你要拿出钱来 助享 没有钱的人要出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组织起了啊 各种社团 那么这些社团呢 是无事则复垒力田 文景则操隔欲武 没有事的时候 大家是吧 都拿着农具 是吧 在这个田地里去种田 耕种进行生产 如果一旦发生外国群绿啊 游景啊 文景则操隔欲武 则拿起武器来啊 抵抗外国去群绿 那么这样呢 就掀起了一个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广州人民反对英军 进入广州城的斗争 那么当时广东的一些地方都府 他们就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说在对待外国群绿的问题上 是边信为何再开 不能够再开边信了 再发生中外这种冲突 是吧 而内地民心有可不失 有不可失 说边信不能够出现 但是内地的民心 尤其是不能够失掉的 不能够失掉 老北兴这种人心 那么道光皇帝看到了这个广东 都府这个奏折之后 道光皇帝在这奏折上就批了几个字 猪批 他说什么呢 他说内地民心 油管紧要 内地民心是非常重要的 必须顾结 必须要顾结民心 就告诉这些地方官 要慎之免之 一定要重视人心 那么过后不久 道光皇帝还感到自己的意思 没发挥到极致 是吧 还是意犹未尽 那么道光皇帝 又专门给广东的地方的总督 寻抚发了一个上誉 这个上誉当中 一方面讲 在处理中外关系的时候 要使外国人是真心的来贴服 是吧 不给他以什么借口 另外一个方面 他讲 由不可趋异市民 尤其不能够压制一般的老百姓 内地的人民 由不可趋异市民 使内地民心因而解体 那么这个时候 他开始重视到了 这个民心的重要性 重视到了民心 在抵抗外务当中的这种作用 那么特别是 是吧 这个三院里人民的抗营斗争 是吧 广州人民这种抗营斗争 是吧 那么使得相当一部分清朝统治者 清朝官员 认识到了民众在反对外国群立战争当中的 这种重要作用 这个梁光总督他曾经谈到这么一种思想 他说 如果谈到了这个中意 那么这个广东这地方老百姓啊 都是非常的这个积极 多知奋发 说这个呢 是可以利用的 因为什么呢 老百姓是中军爱国的 是积极反抗外国侵略的 他说如果能够使得官长 昌率于上 当官的 从上面进行提倡 进行率领 公正视身 劝欲于下 公正视身在下面 那么也进行劝欲 是吧 那么进行引导 疑私斗于公义 尽游勇以之方 就是老百姓平常那种 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私斗 泄斗 把它转移到什么呢 于公义 为了维护朝廷 为了维护国家民族利益 是吧 同外国方面去进行斗争 尽游勇以之方 是吧 使这些人虽然很勇敢 很强悍 但是呢 要只懂得方法 接受清政府的这种管辖 是吧 这种领导 他说这样做 就可以呢 野人济心腹之选 平常一般老百姓 也可以成为清政府的 一个心腹 是吧 那么他又讲了这么一种思想 他说什么呢 他说国家射兵 原以为民 国家设立军队 本来是为了保护人民的 他说 而兵之为民 横不若 民之自卫 说利用这些清队的士兵 去保卫人民 不如由这些老百姓 这些人民 自己来进行自卫 那么正是基于这么一种认识 那么这个 这个两广地区的总督巡抚 再次给道光皇帝上奏折 讲什么呢 说 总以民为榜本 民心坚定 则国事自章 老百姓是国家存在的一个基础 根本 老百姓的民心坚定 国家的这种声势 国事就可以得到扩张 得到伸张 说 外仪之所淡者在此 内地之所逝者亦在此 什么意思 就说 外国人最怕的就是民心 他所淡 外仪之所淡者在此 内地之所逝者亦在此 就说 内地 中国自身所依靠的 也是要依靠民心 也就是说 到了这个时候 清政府内部 那么这种 以民质疑的思想 那么就 进一步的明确的表输出来了 也可以说是 安内 染外政策的一种升华 那么特别是广州人民 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 取得的胜利 那么这个呢 就使得清朝统治者 对于民力 民心的这种认识 就有所提高了 那么 那么大光皇帝 一而再再而三的 给广东的总督和巡抚 还有驻广州的将军 那么就不断的发上誉 发了很多上誉 那么上誉当中 也再三强的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 平日固结民心 以为根本 平时要固结民心 这是一个根本 说这个地方总督巡抚 这些风疆大吏 他的责任是重在安民 民心不失 则外无可迷 那么这就是一段话 后面还有 说 勿当固结民心 激阳士气 一定要 是吧 那么能够收揽人心 是老百姓 都团结在清政府周围 固当勿结民心 激阳士气 以安民为府衣之本 安抚老百姓 来作为抵抗外国侵略 他的一个根本 那么他还讲 该仪 这是主要指的英国人 该仪既不为兵而为民 那么外国人呢 他既然不害怕清政府的正规军 而害怕老百姓 则收服民心 既可化其交而治其命 那么清政府明确的提出来 要以民质疑 那么广州人民 这个反入城斗争胜利 那么首先应该归功于 普通的老百姓 是吧 这种反抗的这种情绪 那么但是清朝统治者 对外地入侵这个问题上 他的以民质疑思想的提出 无疑应该说是 他的让外必先安逆政策的 一个进步 或者一个升华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下次课呢 我们再讲第三个问题